大家好 我是老王 相信大家应该都听过 暧昧让人受尽委屈 但是如果连暧昧的机会都没有 反而只是暗恋 那可就辛苦啦 网络上有一个文章说 暗恋人通常会做出这些事情 假如一个人暗恋某个人 除了会跟他戒外套以外 还会无时无刻想要跟对方在一起 也会时不时发一些暧昧不明的动态 想要引起对方注意 甚至会为了迎合对方 而刻意打扮成对方喜欢的样子 日本就有一个真实案例 有一位女孩因为暗恋一位小学同学 就把暗恋对象的喜好 一一用笔记录下来 对方讨厌青椒 他也跟着讨厌青椒 对方喜欢小狗 对狗毛过敏的他也喜欢了小狗 对方喜欢大眼睛小脸的婚血美女 这女孩则是花了730万日元来整形 只为了跟对方在一起 最后对方在不知情的情况 真的跟他在一起了 整件事情非常离奇 想要了解 就要先从男主角开始说起 春田高智 春田高智小学的时候 就读仙台式上爱子小学校 爸爸是警察 妈妈是老师 因为家庭基因的问题 从小春田就长得比别人高一些 或许也因为耳濡目染 春田也是一个非常有正义感的小孩 某一天在操场上 看到同年龄的一群男生 就围着一个女生 这女生全身都在泥巴 男生就在旁边嬉笑着 春田看到以后就过去阻止他们 告诉他们这样欺负人是不对的 男生们看到春田这么高 也不敢多说些什么 后来女生简单的道谢以后就离开了 上了国中以后很巧的是 春田跟这名女孩竟然只查了一个班 一个一班一个二班 那这名女孩总是戴着眼镜满脸青春痘 看到人都不敢抬头走入总是驼背 没有自信 也因为这样没有什么朋友 上了国中的第一天 春田看到他就主动打招呼 你还看他一眼 然后就点个头离开了 但也是从这一天过后 春田发现 每一天都有人偷偷塞纸条在他抽屉 纸条里面就是写着一些感谢的字眼 春田也没有多想 但是某一天春田的好朋友阿勇 告诉春田 哎 你知道吗 老是写纸条给你的那个人 原来是隔壁班的那个丑女耶 哈哈哈 碰巧送纸条的女孩刚好经过 大家就同时望过去他那一边 忽然全班开始大笑 此笑着春田说 你竟然被本校第一丑女告白了 女孩认了一下马上就逃跑了 那春田呢 则是站起来大声的劝阻了大家 告诉大家说 这样子是不好的 从那天过后 女孩就转学了 后来时间呼溜溜一下就过了 春田高智23岁告别家乡 从仙台去了东京上班 在一间公司担任业务员 在那边工作了春田 因为个性开朗 想滑游客气 业绩总是排行在前三名 每个月都能拿到不少业绩奖金 也因为这样一年的时间 就让他从小套房搬到了大套房 因为东京的租金真的太贵了 搬了新家过大约三个月吧 忽然某一天电铃响了 看着猫眼的春田就疑惑 怎么有一个女生过来按电铃呢 打开门的春田忽然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 因为在他眼前的是一个大眼睛小嘴巴讲话很可爱的女孩 而且长得很像混血儿 女孩说他刚搬过来这边带了一些土特产想要分给邻居吃 春田看了一下才发现这个见面里是他在家乡最喜欢吃的蛋糕 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吃到了 这才发现这名女孩跟他是同乡的 春田很高兴的收下了 后来春田隔天上班 女孩刚好也开了门 他们要去的目的地都是电车 而且很巧的他们要下站的位置都是一样的 于是两个人就经常一起聊天走路过去 下班的春田也会常常遇到女孩 最终两个人交换了联络方式 这名女孩叫做木野瑞瑟 在这段时间他们也曾经一起去看电影 女孩主动提及说他想要看恐怖片 春田很开心地说 我也很喜欢看恐怖片 木野就说 我常常看YouTube有一个叫老王的鬼故事 春田就说我也是 后来看完电影 女孩就提到说他想要吃甜食 春田心情更好了 因为春田非常喜欢吃甜食 某一次吃饭 春田看到女孩 他做了一个动作 他把青椒全部夹出来 春田笑了一下就说 你跟我一样讨厌吃青椒 两个人因为这件事情 笑得非常开心 后来春田认为双方的生活习惯 兴趣爱好 包含喜欢的讨厌的全部都有共通点 也因为这样 春田就勇敢地对女孩告白 女孩很高兴地接受了对方 当天女孩就说 他想要去对方家里吃泡面 喝点啤酒什么的 也在那天 他们发生了第一次的关系 后来相处了几个月的时间 男生主动提议说 不然我们同居吧 女孩也非常高兴地同意 就约好了时间 要去帮女孩整理东西 那一天 春田去牧野家帮忙收拾行李 收着收着 牧野去客厅接电话 春田打开某个抽屉的时候发现 竟然有自己高中的毕业纪念册 看到毕业纪念册的春田就觉得相当奇怪 因为牧野曾经说过他高中读书在东京 那怎么会有仙台高等学校的毕业纪念册呢 于是春田就打开来看 一看才发现了非常非常诡异的画面 春田打开毕业纪念册以后发现 所有人的脸跟名字都被涂掉了 无论男生或者是女生 全部都被涂成黑色 唯独只有两个人的照片是完整的 其中一个是被画上爱心的春田本人 而另外一个是个女的 名字也叫做牧野瑞穗 春田就惊讶地说 跟我女朋友同名同姓 怎么长得完全不一样呢 怎么这么巧呢 就在这个时候 牧野站在偷看毕业纪念册的春田身后 他悠悠地说 你终于想起我了吗 转头看到牧野的春田还一脸疑惑 就在这个时候 牧野露出满意的笑容对着春田说 我终于得到你了 春田才吓到要牧野讲清楚 这才知道原来当年小学 牧野因为戴着眼镜就被同学丢泥巴了 是春田救了他 到了国中 牧野暗恋春田每天写信给他 反而被同学们笑 躲在旁边偷听的牧野 刚好听到春田帮他说话 但是因为实在太丢脸了 就转学了 透过关系才知道 春田要就读的高等学校 就可以跟春田读同一个学校 但是不同班 但或许是因为时间隔得太久 春田早就忘记了牧野这一个人 根本就不知道原来小学国中的女孩 跟自己是同一个学校的 后来牧野每天都会去偷听春田说话 无论是吃饭时间或者下课时间 这才知道春田喜欢的讨厌的 也才知道春田喜欢混血美女 于是长大以后 牧野前前后后花了730万日元 整形成春田最爱的混血美女的模样 接着跟踪调查春田家的弟子 然后成为邻居主动接近春田 也照着自己的计划跟春田交往 甚至发生关系 那么听到这边 你是不是以为春田最终因为被牧野感到 而最后他们结婚了呢? 才没有 后来春田因为没有办法接受 这么恐怖的情人 而选择跟牧野分开 那牧野就开始歇斯底底崩溃大哭 他觉得自己是对春田是真心真意 为什么春田就没办法接受他呢? 后来春田安抚了好久好久 告诉牧野他还是可以跟他先做朋友 但是忽然知道这个真相真的很有打击 希望给彼此时间 牧野这才冷静了下来 后来春田离开以后 转头看着牧野 牧野还对着春田微笑 后来春田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就将这个经历投稿了日本节目 爆爆的Friday 希望能够有人来告诉他怎么做比较好 因为牧野到现在 还是会忽然出现在他公司附近 躲在电线杆后面 或者是在他吃着拉面的时候 忽然出现在店门外 并且偷偷窃笑着 最后我想问问大家 如果你是春田 你会愿意接受牧野吗? 为什么会?为什么不会呢? 我是老汪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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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